湘西四溢的蔥花蛋 再來一杯暖暖熱豆漿 還有還有再來一個 剛出爐的小籠包和饅頭 一早起床吃下肚 淋嘰嘰的身體立刻暖和起來 一看到熱豆漿就馬上點下去了 小時候吃小籠包吧 寒流來襲一早民眾 想買熱騰騰的中式早餐 不過再冷也不能忘了 過年必拿的發財金 民眾全副武裝 頂著低溫到廟前排隊 穿暖一點 今天很凍 穿起件衣服 這麼冷全是因為寒流來襲 氣象局發佈低溫特報 包含基隆市新北桃園為橙色燈號 有機率發生持續10度或以下低溫 另外台北 雲林等縣市 則是黃色燈號 將有可能發生10度低溫 直播寒流將持續到2月1號 尤其在30 31號的清晨夜晚 低溫將下灘到8度 週日白天到下週 就是屬於寒流比較減弱的一個狀況 那個體的白天的高溫就會比較回升一些 預計北台灣的高溫大概會回升到 21到23度 2月2號開始 寒流將逐漸減落 白天氣溫將可以回升至少7度 但這幾天台灣天氣將從濕冷轉為乾冷 台灣北部及東半部 中南部及花東地區 將會出現零星或短暫眷雨 澎湖 金門 馬祖 則是躲雲到晴的天氣 應接初六開工日 民眾一定要做好保暖 記者李政華 林文婷 採訪報導